PP石墨西超倒背 邀您共赏 医师好辣 本人家医科还不会有固定时间 对 家医科原本其实他的 他的工作时间 其实比起外科医师 其实是少很多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已经 就是转一个领域的时候 其实他可以做的范围是更广 对 那你们有两个夫妻谈过说 那接下来到底是谁 来主攻外面这一块 然后谁可以回家庭多一 看他举这个女生比较付出 应该你牺牲吧 对 因为有一次 我就记得那天很冷很冷 可能寒流来 然后我就搭很晚的高铁 大概十一点半才到家 然后到家就是家人都睡 整个灯都关了 然后我就回到房间说 小孩子我没有在床上 然后我就赶快找 才发现小孩是睡在我的位置上 然后他抱着我的棉被是 等我就是等到睡着 所以你很愧疚吗 对 我当下就决定说 我要做出选择 因为对我来说 就是工作跟照顾家庭 其实是我自己可以选择 可是对小孩来说 他没有选择 他唯一可以仰赖的其实就是 至少要有爸爸妈妈其中一个 可以陪在他旁边 我现在工时其实就很短 然后我不出差 我大概下诊 我就直接就回家 那先生是权力发展他的事业 对 先生就是权力发展 那你刚刚听完侯章明 你先生如果这样子你会 其实我先生跟他有点像 你一直推出你的 对 他就会说 你应该就是在更进步 然后就是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上课 那小孩谁顾的 小孩其实就是家人会帮忙 但是我会尽量就是拨时间这样 对 因为先生照顾真的 我觉得男生照顾小孩真的是 之前我先生要送他 他就是送到已经车上 就是坐到车上 然后快到学校 结果这个哥哥就说 然后他回家就把他换掉了 是这么夸张的 而且有时候就是像他 小孩刚出生的时候 然后我就说你儿子在哭了 结果你去看一下他尿布 有没有问题这样 因为我在忙 结果他在打LOL 他说这一局不能停 这个中间停了就不行了这样子 等我打完我再去 再不然就是之前 我叫他去看联络簿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那个甲本 乙本 什么本 什么单 那个我看不懂 我就说你医学院毕业 你还通过医师国考 这么厚的原文书你都看过 然后你跟我說联络簿 你看不懂 侯章 你不会打电丸吧 不会 他只会对我打情骂跳 真的 我把他当电丸再打电丸 到现在还在晒 在场的所有男医生都举女的 因为我们那个 求生技能都点满了 内心其实觉得可能有牺牲也不敢讲 不过我太太是真的牺牲蛮大的 我跟我太太的话 其实从大学就一直交往到结婚这样子 那结婚了之后也是他把我拉到妇产科 其实我原本是做外科 我还被他拉到妇产科这样子 所以我们一起妇产科毕业了之后 那毕业了之后后来结婚生了小孩 那就出现了问题 因为妇产科是一个公时算蛮不固定的科别 如果有要接生 我们24小时都必须要待命 那那时候我们就在讨论说 如果真的我们两个都身上主治医师之后 那小朋友怎么办 万一突然晚上两个人同时接生 那岂不是小朋友就在家 没有人雇了这样子 所以后来的话就是刚好有一个机会 我太太就是有一个朋友问她说 药界有一个职缺 需要有医师专门这样子的一个专业的人 去担任医药顾问 那她有没有兴趣这样子 所以我太太就回来跟我讨论说 这样子我们两个如果真的都走妇产科的话 将来可能在小朋友的陪伴 或者是在家庭上面的话 就没有办法兼顾 那她是不是去试试看这样子 医药顾问的部分 或者是我去试这样子 对 那但是后来我们这样互相讨论 觉得她的个性好像比较合适 那其实也是太太比较愿意牺牲 所以她就去把这个医师的职位 整个抛下 然后进到药界去工作 进入到一个新的行业 其实刚开始非常的不适应 在前一两年的时候 我常常回家我就跟她讲说 我今天开了什么刀 遇到什么样的病人 她说我今天又是开了几场的会这样子 那所以她也常常会说 如果我像你现在这样子的话 几年了其实我也做了 应该会做得非常的好 然后像你有上节目 其实我比你更幽默风趣 其实他们应该找我上节目 对 然后就会讲这些 所以其实对她来讲的话 会觉得牺牲蛮多的东西 不过在这几年 她在药界其实也慢慢地做出兴趣 那职位的话也是做到比较好 薪水比较好 看起来有比较好一点 但是就是在整个过程中 其实牺牲得非常非常多 那除了她本身现在在做医药 顾问的这个行业之外 小朋友几乎也都是她在顾 薪浩你长那么帅会不会诱惑 这个 为什么我会做妇产科我要讲 我原本在外科 那跟她是不同医院 那那时候还没有结婚 她就问我说 薪浩 那个你们医院的护理师 是不是都很年轻漂亮 对 我刚才说不会啊 看起来都老老的 都有年纪了这样子 结果有一天她就来查词你 回来之后她就很生气 你都骗我 我看你们那个病房的护理师 每一个都超年轻的 你给我过来做妇产科 所以后来我就跟她 到同样的医院 在同一个科部 做妇产科医师这样 随时都看得到 看得到 好特别喔 究竟看一个 究竟看一个 对 也是蛮牺牲的啦 那我也有牺牲 马上我有 我就马上一问 就是她有她的故事 对 真的 她活商民也有诱惑 我自己会绝缘 因为我觉得这个圈子 怎么可能没诱惑 然后我们也有碰过 有的人可能会主动对你示好 或是收工了 他说那要不要一起去哪里 吃一下宵夜什么的 那我都会直接就 我觉得不好 因为一个艺人 他要 一步一步走很辛苦 一摧毁一旦 只要一夜就好了 你就摧毁掉了 对 所以我也常常跟亚兰 讲说我不愿意 因为那一夜 我的很开心 我把过去十几二十年 累积的通通就丢到一边 我觉得我不愿意 然后另外一点是 因为亚兰实在 在她的这个母仪天下 在一旦有这个出现 她的脸孔 就自动出现了我脑海 她的桌面 对 很恐怖的 那我怎么感觉到 亚兰好像在盯着我看 最好是 那你回想一下 这一次结婚这么久 有没有哪一次为了她 因为你的误会 她有跟别的女生 而翻脸的 或生气 结婚之后真的没有 但结婚前有 我觉得可能也是我改变她 因为婚前的时候 她跟女生都会 勾肩搭背 然后会说 body 什么样子 就我说什么body 兄弟的意思 不是身体吗 对 然后她以前会这样 然后会 单独跟女生出去 她觉得这很正常 那可是在我来说 我觉得你都已经有女朋友了 你不可以单独跟女生出去 那她也跟我协议说 她结婚了之后就不会这样 所以这点她结婚之后 是拔持得蛮好的 对 拔持得蛮好的 对 那我在婚前的时候 大概有五年的时间 我们都是 远距离 远距离是哪里的 就是我们两个都是高雄 在高雄念书 然后她就少毕业 她毕业之后就去桃园当兵 然后当完兵了之后 她就去加以受专科医师的训练这样 然后在这其实加热的时候 我们也都时常在上课或是值班 所以我们大概都 两到三周才见一次 所以你们同期的还是学长 我们是学长跟学妹 其实在远距离的时候 两三周见一次面 但是其实也都是她来看我比较多 那我们平常都是靠讲电话 维持感情 那在我们婚后 她成为了医美医师之后 然后就有人来问她说 现在中国大陆 有机会可以去做医美 你要不要去做 然后她当然是非常开心地答应了 可是那时候我其实就是 非常地不情愿 一方面就是小孩刚出生 二方面就是我有听过 也是有医生去了之后 就夫妻失合这样 我像昌明哥说的 就是可能房间打开会出现了 其他人 所以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二十几年前 那个时候瓜哥 那二十几年前 台湾去大陆发展的艺人 很多都还还不错 因为是个时机点 那时候我们刚结婚 雅兰一句话说 你去我们就离婚 我就不去了 对啊 然后但是先生就是为了让我放心 他就再三挂保证说 就是手机一定随时维持畅通 然后也随时开视讯 可以报备行程这样子 然后有一次他就去了中国 然后那时候我在台湾 就是我为了小孩教养的问题 跟我长辈大吵一架 然后我白天上班 晚上要准备专科一时考试 然后小孩又一直哭哭啼啼 一直要报这样 所以我整个人就是情绪 非常的烦躁 然后这时候先生就打来说 老婆 我有很乖打电话来给你哦 我跟你说 我现在在新疆骑骆驼 开心啊 骑骆驼 你不在老娘现在的房子 我那时候整个很傻眼 就是我在工作育儿考试之间 整个蜡烛多头烧 然后你怎么还有那个心情 在国外就是玩乐这样子 可是说真的 那时候有时候台湾竞争激烈 也不一定有刀开 所以很多人会到那边 他后来疫情之后都没有再去 但是他其实对那边的日子 念念不忘 可是你回来又要21天的隔离了 对啊 所以那时候对方就跟他说 包含在那边工作跟来回隔离 总共要离开台湾三个月 然后他还是很想去 我就跟他说 所以你希望你女儿回来之后 再也不认不得你了吗 然后他才就是 乖乖的就是 对 留在台湾